畢業生代表致感謝詞 全體畢業生請起立 畢業生代表請出練 各班獻花代表請準備 敬禮 親愛的師長學弟學妹們 六月窩狂花開了 暮眠飄下白色的年續 睡覺著離別的季節已經到來 燕陽中思思禪明 好想老師的尊尊教會 以及陰界激靈 一聲接著一聲回蕩在耳邊 令人依依不捨 六年來 在所有老師的細心指導下 我們學習到各種學科的知識 和待人處事的道理 轉眼間 我們就要歸別同年的歡樂時光 歸別朝夕鄉土的師長和同學 帶著希望與祝福 走向人生的第一個旅程 詳細六年前 初次踏出這個陌生的校園時 老師校文刻薯 可愛親切地照顧著每一位小朋友 讓我在這個溫馨的大家庭中 開始了學校的生活 第一次升級 好奇的鼓掌經理 鼓掌早安 第一次在學校吃午餐 一起喊開動 第一次翻開課本 大聲蘭吾特文 好多難忘的第一次 都在這充滿新奇與活力的校園 逐步展開 這是多麼重複的一段日子 讓我們從無知到熟識 從幽知到無所謂 這些點點霹靂 都將成為爺爺不可摸念的詩篇 六月的風 吹紅綠樹的鳳凰花 卻吹不走蓬蓬的離愁 我小生活即將落幕 但是這一段等到結束 卻意味著另一段緣真的開始 在一個清場之一 任所有的畢業同學 都能夠勇敢地討向 人生的另一個禮程碑 再見了師長 謝謝您傳授給我知識 和為人處事的道理 您那群群山友的目光 刻苦銘心的教導 為人同學的精神 如春風畫語團 集中我知識 教導我認真學習 努力下場 再見了同學學弟妹們 謝謝你們的陪伴 和你們一起在馬合比賽中慢 一起在課堂裡激烈討論 一起在籃球場上揮灑汗水 人生是一連串的相聚離別 當我們揮手道別 也代表著已經下一次的聚會 讓我們以感恩記憶童年的歲月 以祝福期待未來的相聚 尊重再見 敬禮